今天的信息是 欣赏和活出神的圣洁和戒命 第一是欣赏 欢喜神的圣洁 神真的好 不是每个人都欢喜神的圣洁 有些人觉得神太严格 其实很多人是因为这件事 而不肯上耶稣 因为觉得基督教的要求太高 神的要求太高 首先我们学会活在神的爱中 享受神的爱 时时欢喜神的爱 大家是不是每天都起床 神啊你爱我真的好 因为全世界没有人像神那样爱我们 全世界没有人像神那样关心我们 又帮到我们 凡事帮到我们 当你每天都在这种状态 你就会很得力的 你就会觉得我是很宝贵 我时时都提醒自己 为什么提醒自己呢 是会帮助我们 心里面充满力量有信心 就是整天都告诉自己 宣告神的恩 神在爱我 神在看重我 神陪伴我的 神要兴起我的 我的心里是宝贵 因为神的缘故 不是因为我本身够好 而是神的缘故 我的生命一路被提升的 我是被爱的 所以我能够享受生命 能够做人轻松的 这种活在神的爱 通常来说 人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但第二个部分 就是欣赏神的圣结 和神的戒命 有些人就不太喜欢的 但我们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知道神的圣结 和他的戒命 都是非常美好的 为什么有些人会怕 对于神的圣结和戒命 会怕呢 有几个原因 因为神要求太严格 太高 要求太高 哇 谁能达到呢 我做不到 做不到 就觉得 懼怕神 所以很多人犯罪 不敢祈祷 包括我自己在来 曾经试过 有这些经历 就是犯罪的时候 觉得不敢祈祷 就是很羞愧的感觉 但是呢 现在来说 我知道罪的可怕性 罪的破坏性 所以我一有罪 我立刻会抗拒 立刻在内面抗拒 就是不容许他在我里面 身根长大 一有罪的意念 立刻会抗拒 并且呢 靠着这个方法 就是靠着耶稣 立刻处理的时候 发觉呢 真的可以处理里面 那些负面思想 负面情绪 对人的不接立 心里面不欢喜 某些东西 发觉可以很快处理到的 那是真的处理到的 那就 就不会觉得太严格 因为有些人觉得太严格 虽然我不是完美 不是我们做到完美 所以我能够接受神的圣结 就是说 我不完美 但是我知道 圣结是美好的 虽然我达不到 但是我知道 神起源 我悔改 真心信靠他的时候 神起源好的 好 还有呢 这个第一个意思 就是觉得他太苛刻了 为什么要求那么高呢 为什么要求低一点 就是普通人 哎 算了 他都乖的了 算乖的了 可以的了 因为人就是 他的圣结 不是完美 人的慈爱 也不是完美 所以人就觉得 不停意 但是神来说 他是完全要跟随他的原则 也都因为这样 所以天堂才好 如果神好像普通的婆婆 不重要 可以的了 他都很乖的了 的时候 天堂就入了很多人 其实里面还有很多污蔑 但因为神是完全圣结 所以天堂呢 是好得不得了的 另外有些人呢 他不喜欢神的圣结 就是因为怕被拒绝 或者是被懲罚 就是觉得 死了 神这么圣结 哇 会懲罚我的 我做不到 那时候呢 有种对神的懼怕感 所以有些人想到神 他不是欢喜的 是怕的 你会不会对神有一种懼怕呢 我希望大家呢 对神不是一种懼怕 不是怕着 死了 哇 想到神我就怕自己达不达 或者有内疚感 或者是懼怕感 哎呀 哎呀 我都是好不好的 做得不好的 或者是怕神 或者是里面 觉得自己不够好了 神的圣经很美丽的 在天堂呢 我们更加看到这个美丽了 有亲经文一起读一下 以后再没有咒座 天堂没有咒座 天堂完全 那些咒座都离开了 然后启示录二十章四节 神要拆去他们一切眼泪 不再有死亡 又不再有悲哀 哭泡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就是完全没有了眼泪 忧伤啊 不开心啊 什么都没有了 就在也都包括 任何的愤怒啊 激气啊 怒吵啊 偏心啊 看不起一些人 全部都没有了 哇 其实很好的 尤其当你在地上 仍然呢 有些基督徒对你不是那么好的 有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但是你去到天堂 他会很开心看到你 完全是一点都没有 戒意以往发生的事 看到你呢 是开心到不得了 你说哇 真是好了 天堂真是好了 因为当你有对比 你就更加欣赏 对不对 当你看到那个人 以前怎么对你的 怎么避你的 怎么对你 怎么对你 不是那么好的 但是现在看到你 会很欣赏你呢 你的心更加会说 天堂真是好到不得了 天堂又没有罪 又没有咒座 没有罪 又没有痛苦 是否真的好到不得了 所以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神的圣经 都是极度美丽的 不只是他的慈爱很美丽的 在圣经的天堂里面 人们不会有没有偏见 没有排斥 没有怨恨 不会说看小谁 不会排斥哪个人 不会排斥哪个人 有没有试过 基督徒排斥呢 有时有些人 他对于我们某些地方 不接纳的时候 会不给我们机会 但在天堂再没有这件事 而且很真诚 给此伤害 个个都给此伤害 真是好到不得了 而当我们想天堂这样的时候 在地上可以怎样 如果地上的家庭和教会 都是这么充满爱 一点多偏见都没有 的时候 亦都是非常美丽的 但事实上 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和教会 都未必是这么完美的 都是有很多问题 因为人有很多的介意 其中一点很重要 就是为何造成这样的问题 就是人会介意以往发生的事 在他心里面有一本 即是有一本 有一个记录 就是说 这个人曾经怎样做过些什么不好 怎样对我不好 这个人没得救 这个人难以扶不上臂 就觉得这个人是没有机会的 就对他们有排斥了 所以呢 所以就 始终记住那个人的不好 但是呢 如果我们能够完全的严肃 只是想着帮人 不是想着计较 很多人都想着计较 在《哥林多词诗》13章 那里讲到什么 不要计较人的恶 不要计较 他做错事 我们可以帮他 给他机会 如果他真的持续不悔改的时候 马太18章是有讲到如何处理的 但是有很多时候的情况 他又不是真的拒绝了神 他不是真的在罪的控制之下 不过他呢 在这种软弱里面的仇 我们仍然给他机会 什么人 是要用马太18章 18章就讲到 这个人不悔改仇 这个人是要抗他于外邦人 这个是一个 英文叫excommunication 即是他不可以再 是属于教会的教友之一 就是当这个人不悔改的时候 他就可以在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就 这种情况就是 当人严重地拒绝 不听神的说话的时候 才是这种情况的 而普通人有很多软弱的时候 我们就持续是爱他 关心他 这样的时候呢 你有没有软弱的时候 有人去关心你 是不是觉得很舒服啊 但有时候你做错事的时候 有些人就说 你又做错的 怎么搞错啊 就是总是会看你不好 我们会觉得很大压力的 是不是 你会觉得不开心不舒服的 好了 最终 首先我们要明白 罪的破坏性 才能够欣赏神的成绩 罪有什么不好呢 有不良动机 和利用人 是不是有时候 我们要防人啊 我们需不需要防人啊 我们爱人 需不需要防人啊 是需要的 因为呢 人总有他的罪性 因为有罪性 所以我们要预防人 因为为什么呢 就算 我们都看过新闻 就算全土人都有 犯罪啊 也有犯法啊 也有犯法啊 那不是说我们不信任他 我们很多事情可以信任 但是呢 我们要 就是说 当我们留意到这个人 是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观察这个人 要防备他 免得他有影响 那尤其呢 在戀爱的时候呢 如果有个异性跟你说 哇 我真的很爱你 很喜欢你 真的呢 爱到你不得了的 你是不是立刻 全部都信了 他说的 每一句话都信了呢 但是很多人都信了 有一首歌也有说的 我不记得歌词 其实我也不懂那首歌 但我记得有一句 我这样听过 就是呢 那一句好像叫美丽的方言 就是什么 就是你跟我说一句 大话 就告诉我 你爱我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我都很想听你 就算你说大话也好 你说一句 我爱你 那些人呢 就是有时只是想对方 就是表面上对他好 但是我们要分别 如果他只是大话的时候 是没有意思的 因为人有不良的动机 还有呢 人 有没有中过这些伤害呢 有没有被人说过 有时很不公平 好像没得申诉那样 或者被人中伤 就是有些人说的说话 去伤害你 或者令你很痛苦 我想我们大家都经历过 也都我们试过令人痛苦 就是说我们明白罪的破坏性 我们就会说 神啊我们 求你帮我们 或者家庭破碎教会分裂 有没有见过家庭破碎 我相信大家都见过 就是 就是离婚啊 或者是 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 这个近代发生 除了说离婚之外 就是更多就是子女 不肯和父母沟通 不说话 只是躲在一个房子里 又不做事又不读书 这种情况 都是造成家庭的分裂 或者教会的分裂 我自己亲眼见过 几个教会 因为一些人事的问题 整个教会分裂 就是一大批的人 是离开了 不过神都使用这些事 神都是给他们 帮助他们 离开了那里 又成为一个新的教会 就是这种 不是那么好的 开始的 另一种祝福的方法 不过 过程其实不是祝福 不过神可以使用 改变 以至有新的祝福 而很多时候 不是真的因为 人的罪 不是真的犯罪 所以要分开 而是因为处理上不好 有些做错事的时候 处理的态度不好 以至做成分裂 最后就是破坏人的生命 大家 是不是很深信 罪是破坏性的 这么多罪 会不会有破坏性呢 一样有的 小小的不开心 你有没有 入口有时 不开心 继续由得他 很多人都是这样 由得他不开心 还会继续想 那个人真是坏 继续去想 那些不好的事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很多人都会的 你会不会 现在深信这个是破坏性呢 这个需要深信 我想人的不好 是破坏性 我想自己没有用 都是破坏性的 我想什么不好 都是破坏性的 所以这件事 我们需要深信 罪是一定有破坏性的 那神的 首先我就说到 神的圣结的美丽 帮我们去欣赏神 首先神那种爱人 接立人 要拒绝人 这种的圣结是很美丽的 是世界上 是很少人 真是这样的 就是看人的不好 只是想着接立人 老家福音22章32节 但我已经为了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业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经过你的弟兄 这个是谁跟谁说的 耶稣对彼得说的 当彼得正要 否认他三次的时候 耶稣就说 我已经为你祈求 我已经知道你会发生这些事 我已经为你祈祷了 叫你不至于失业信心 当你回头的时候 你就坚固你的弟兄 我们看到两件事 第一就是耶稣 当他犯罪的时候 耶稣做什么 祈求 还有背后 耶稣的心态是什么 耶稣对他的心态是什么 爱他 爱他 接立他 然后下一步 你回头之后 要坚固你的弟兄 耶稣另一个什么心态 希望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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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心态是什么 提升他 就是想他被提升 想祝福他 所以看到耶稣接立他 并想提升他 好了 耶路撒冷 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四 一起读一下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你尝杀害死之 让石头打死乃 奉猜盗你者女的得人 我多次愿意知最爱的儿女 好象没有鸡把小鸡 诸聚集在翅膀底下 此事靈魂不愿意 耶路撒冷啊 拒绝神多么多啊 拒绝好多么多 甚至最后最大的拒绝是什么呢 最大的拒绝是什么 拒绝了耶稣神的独生儿子来到 当他们听说耶稣说 你会 我是人 即是他问他 你是否基督 他说我是 并且你会看到 人子 下着天上的云光 的时候 他立即第一个反应 他不是说 你凭什么 他们问我这个问题 但耶稣就问他 我又问你一个问题 诗世药是否是从神而来 又是从人而来 他们就说 如果我是从神而来 他当然问你 为什么你不接服他 如果从人而来 那些八舍就会用石头打我们 因为八舍都说他是从神而来 他们不肯面对这个东西 所以耶稣都不说 我是凭什么权备 但耶稣有说过 耶稣有说到 从父差引他 有说到他所做 你看到我便看到苦了 耶稣有说这些话 但他们听不入 当耶稣说他是基督的时候 那些人立即拒绝他 那就是看到他们 其实 他们看到耶稣的特别 他们看到 从来没有人能够 叫死人复活 叫生来黑眼的人能够看得见 但他们依然是拒绝他 就是说他们这样拒绝 但耶稣有没有因为这样 而排挤他们 在这个祈祷里面 看得到什么 耶稣说什么 我多次愿意聚集 你的鱼女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 但这些聚集 就不是好像警察聚集 群众 是好像什么 母鸡招聚小鸡 母鸡招聚小鸡 包含了什么 保护和爱 就不是好像警察 警察维护秩序 耶稣不是为了维护秩序 而是因为爱的缘故 但你们不愿意 但是神依然是愿意 神依然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神那种 那种的折立人 即是他永远都是折立 祝福永远不是奏序 除非这个人 一直拒绝神 他最后的时候 要面对神的奏序 永远的奏序 但在世上的时候 神永远都是想他有机会 你有没有试过被人拒绝 被人拒绝的感觉是怎么样 不好受 但是神会不会拒绝 神永远不会 但有些人 他不认识神 神现在不爱我了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 神实现他的应许 他永远可靠 这就是神那种圣结 即是他永远答应了一定做 人会失信 但是神是永远不会失信的 高龙德后书一章二十节 一起读一下 神的应许不留人多事 在基督都事事的 所以识至看 都事实在的 叫神一来我们得灵为灵 就是神的应许 无论有几个 在基督里面都是事的 所以当你看圣经的时候 你找到应许你应该怎么做 圈带回家 是的 非常好 非常好 几样东西都是 而且整天祝神 神说了 祂一定会做 譬如说 耶稣说 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一切加给你 有很多人担心神的供应 你就怎样 祝神祂 祂一定会供应 当我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祂一定会供应 所以我不用担心 不用忧虑 就算我现在没钱 我也经历过这些日子 我经历过这些困难 但是我坚持 神一定会供应 我坚持每天一样感谢神 坚持不去埋怨 但是我见过有些人 一无钱就说 神都不帮我了 神都不爱我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立刻那些应许都忘了了 而且有些人很惊讶 原来神爱我的 圣经说了很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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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能够叫我 跟基督教的爱隔绝 但是他们看见的经文 是没有记神的 所以一会儿又怀疑神 是否在爱我 你有没有试过怀疑神 有没有爱你 有 那我们触实神的应许 他永远都不会不爱爱你 他永远都在爱我们 那你就什么事发生好 都不受影响了 我用这个比喻 拍灯制 记不记得这个比喻 什么意思 拍灯制必定会怎样 着灯 就好像神的应许是怎样 一定会做 是一定会做 就是你拍灯制 除非灯制坏了 或者那天没电 如果不是 你拍灯制正常的情况 一定会有反应的 那神的应许 当你触实的时候 当你信靠的时候 一定会怎样 一定有的 他说了什么 他说了射罪 一定射罪 他不会说今天 我没有心情了 我不开心了 他不会这样 神不会这样 他一定射罪 所以我们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真心悔改 神一定射罪 就不代表我们去 藐视神的戒命 我们看重神的戒命 但是我们知道 神一定射罪我们的罪 避人欺骗 或者出卖的感受是什么 你信开那个人 居然 你发现 有些人 你认识他一段时间 不是很长时间 你发现他答应了 今天来 没有出现 后来又没有告诉你 没有什么反应 有些不是失闻 有些据词条 都知道不用告诉你 你知道这个人 不是很可靠 我们可以分辨到 这是无意 有些是可以有意的 因为他就算知道他没有来 他又不出声又不说 这种情况 你知道他的生命的问题 另一种情况 就是出卖了 他说了会做 但他不做 他觉得做相反的事 伤害我们 但是神会不会这样做呢 神会 神永远可靠 永远不会出卖 有些人是我们好的 都答应了一定做的 神捉路人 陷害人 有些人是常都这样说的 有些人不信神 他就会说 神就做你的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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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你的 被你受苦先了 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教导 神是不会这样去捉路人 神是永远都是祝福的 当人听说神依然祝福 但为什么有受苦呢 因为整体人有罪,所以人类是有苦的,一定有苦的 我们个个都有苦,但不代表神在捉弄我们 这些苦只是人类犯罪之后,我们不是同神 完全相连的时候,是一定有苦的 正如当我们仍有罪性,我们有烦恼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会不开心,对不对 这就是必然发生的事 或者人类会做一些事情在我们身上 我们自己和人类都会做一些不好的 于是我们就会受苦,但受苦不是同神 好了,人会利用神吗? 人会利用神吗? 很多人都会 很多人都会利用神,但神会不会 因为这样,所以我要利用你 神不是利用我们 神是使用我们,提升我们,使用我们 但他不是利用,利用的意思是什么? 有些人是有些人,他利用了一个人 想得到一些钱,得到一个身份 但当他得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可能会忘恩 不是真的对这个人好,这是叫利用 神使用我们,不是叫利用 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提升我们,将我们提升的 所以这个神的使用和利用是不同的 但当人利用神的时候,神有没有因此而排斥我们呢? 没有,他依然是祝福 人会攻击神,那神是否攻击他呢? 不是的,神依然是感动他 使用不同的人和他说话,或者令他想回 去听过神的说话,来改变他,感动他改变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 我们忠言失信,他也不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 我们失信是什么意思? 说的不算错 对了,我们答应了遵循神的 但结果没有遵循了神 我们失信的时候,即是做错事的时候 但是神是不是失信呢? 不是的,他依然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 这句说话很重要,不能背负自己是什么意思呢? 神是信实的 他不能说我不算错 对了,他不能反反他自己的说话 反反他的性情,他的话语 他永远不能反抗他自己的应许和他的说话 所以我们就深信神是永远 他一定会照着他的应许去做事 在口程度上,我们看到神很简单 即是怎样呢? 有人就爱 有人就帮助 有人就关心 有犯罪,他就感动他改变 就是这么简单的 即是神不会说 那么复杂 人就会很复杂 人就会这时一样 有时就喜欢他,有时不喜欢他 人会想起扭计方法 但是神永远都是用 永远都是用他的原则 《四郎传26章14》 《苏罗,苏罗,为什么逼伯我?你用脚踢之事难的》 苏罗在做什么? 苏罗在做什么? 迫伯耶稣 但耶稣是不是跟着迫伯他? 不是啊 是怎样? 苏罗在做什么? 神做什么? 神就感动他 改变他,向他显然 将他改变他 就是神做的事 跟人做的事是相反的 如果当人做得不好的时候 神是会感动他改变 被人捉弄陷害和利用的知名是怎样? 有没有试过被人利用? 利用你 得到一样的好处 然后又会忘恩负义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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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说回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的愤怒都要放手 放手 就是不要说 他来 好弱 就是了 我知道人的罪性 我就接下来 这个就是神的性 我知道人的罪性 我就接下来 于是我就放手 这个就是神想 神的性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想你学习 所以耶稣说什么? 你们当负我的压 然后下一句是什么? 你们当负我的压 学我的阳识 不只是负耶稣压 做耶稣要我们做 是学耶稣的生命 那神就起悦了 神就称责你是什么? 又良善又忠心 良善是什么? 良善是生命 忠心是什么? 事悟 这个忠心就是事悟 那我们分裂到神 要看两样东西 看你的生命 和看你的事悟 好了 神会不会贪取人的便宜? 不是 反而他会给人便宜 就算人家 就是想得到便宜 人家来教他 神都依然祝福他 有很多人来教他 想得到什么? 有些人想得到经济帮助 有些人不信神 他们祈求神 神都帮他们 让他们看到神的尾线 神就是 其实神 某程度上 你可以说 他不介意被人利用 但他接着会吸引 让人得到神的祝福 但有些人用一个很负面的方法去说神 神一做这么多事 就会吸引人入天堂 用这种很负面的看法 如果我们说 父母用很多爱 很关心他的子女 会不会说 两种动机 父母因为养而防老 所以他就会吸引他的子女回来 但这个父母根本不是需要的子女 譬如这个父母有很多钱 什么都有 他只是想爱他的子女 只是想对他好的仇 那这个不是叫利用呢? 这个不是利用 他完全是想祝福他的 不是为了得到好处 而神呢 他不是由我们身上得到什么好处 他只是想祝福我们 那有些人说 神想利用你又救帝国 他不是利用 他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他又纪念又想辞 你租帝国 是不是神就得到多些东西呢? 其实不是 只是想人都得到他的恩典 神是不贪取人的便宜的 而人就算拿他的便宜 神都不介意 罗马书8章32节 一起读下 神记不爱惜自己 不止 为了为众人死 你不有盼盼盼 留下一个伯伯的持家 就是神呢 将他的儿子给我们 又给了 什么都给了 其实所有你有信心 你跟从神 什么都给了你 包括什么呢? 你经济的需要 恩赐 财干 机会 这个侍奉的供应 各样的东西 神都会给你的 当你走神的路 你就会发觉神的恩典 很多很多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深信神的 一切恩典 所以我们知道 神不是贪我们便宜的 当你被人占了便宜的时候 或者偷窃了 拿了这些东西 有什么感觉? 不奋气 会想拿回 是的 会想拿回 但是神不是这样的 神是会对我们好的 所以我们呢 就说神 我们虽然有人贪我们便宜 也不要紧 但是我试过有人 骗我 有些小的 有些大的 哦 其实我 我意念就是 其实他很惨 因为他骗我是牧师 他不知道 因为我说神啊 你求你练吻他 不要计较他 这个罪 求你用人去感动 因为呢 他拿了我的东西 其实我没什么损失 我不是损失了多少 但是他所做的事 将来受的后果 是更加大的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广阔的心啊 可不可以啊 可以 这个就是圣诀的其中一部分 这个呢 这个就是 广阔的心就是 圣诀的一部分 就是不重要的 神不善变 神不善变的 其实我一直形容 神的美好 就是神 是不是越想越美好啊 无论他的慈爱 和他的圣诀 这些都是他的圣诀 就是他照触 他所应许去做 他不善变的 哪个书一章十七节 在太阳又有语言 也会有转动的影言 转动的影言 就是譬如 你拍车 你知道一样 如果你拍车 你拍那阵 是遮阴呢 是不是代表你 拿车的时候 一定是遮阴的呢 不是一定的 譬如你上午 下午 太阳走 是啊 是啊 但是神会不会 这样改变了呢 没有转动的影言 那影不会转的 神跟着他的话语行善 跟着他的应许 神不会一时一样的 你有没有经历过人一时一样的 有 真的很多 有时呢 对你很好 有时一个人对你很好 过一个时段 忽然间对你完全不同 那人真的会改变的 一时一样的人 会给你什么感受呢 很难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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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合作 是吧 但是神永远容易的 所以我 在我心里 深信和鼓励人 深信 神永远的爱情 他不会改变的 还有神说了你这样做 他一定祝福了 你就跟着做一定祝福的 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们可以对神很有信心 还有神是最可靠的生命伴侣 有没有人有些不可靠的生命伴侣 有没有的 有 有 很多 真的 当他一有健康的问题 有病的时候 对方就不理他 或者没有健康的问题 一到一分开始 就已经不理他了 没有什么关心了 这个 所以呢 我们要看清人好 所以当对方追你的时候 我说 他现在很喜欢跟你聊天 很多人都说 是的 他在结婚时追得很紧 要慢慢跟我聊天 每天都聊天 为什么结婚之后改变了呢 追到手了吗 是的 这个是 因为蓝色的特色 追女孩都是想得到一个女孩 就是一件事情来的 是一件克服的事情 当然克服到了 我成功了 我追到这个 我最想得到的女孩 他就已经觉得成功了 那他呢 就 不是想着我以后爱他的 所以 男性来说 就是我们明白这件事 女性就没有那么容易被压 就是你知道他很多时候 我不是说全世界都是这样 但是他倾向呢 是会是这样的 好了 不可靠的伴侣 配偶儿女 可以离开 就是我都听过有些父母跟我说 他子女都没有再问他 那有时是双方面的问题 父母的问题 但是呢 他小个人的时候 父母都是照顾他们的 但是当他大过他父母有不好的地方 他可以完全怀疾他 还有呢 人会说话 众伤人 令人痛苦的 尔赛书四周六章三节 你们自从生下 就和我保护 自从出开 我怀差 直到你们年老 我认者入 直到你们法学 我怀差 我已造作 也必保护 我必怀 也必拯救 这个经文呢 是非常好的 就是说到我们 由宝宝的时候 神已经抱着我们 接过我们 就算我们未认识耶稣的时候 在我未认识耶稣的时候 我曾经踩过老鼠尾 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是无意的 因为那里居住那里 乱乱乱的 垃圾桶附近 那个灯呢 是烧了 没有了 没有换到 那我就 就是在楼下 我穿着拖鞋 在宿舍的时候 那就是 小时候 我爸爸做工的地方 有宿舍住 那我就穿着拖鞋 一走一踩 我不知道是老鼠 不过我听到 一声跟着 而脚尾就痛一痛 咬 咬 咬一摸就有血 那我知道老鼠咬了 但是我又没有 告诉家人 又没有做任何的 就是可以 很大问题 因为老鼠那些菌 老鼠那些菌 很弱的 因为它全部住在坑群 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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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她是怎樣強欲傷害女士 我不知道是甚麼 她就在網上跟我說 她說 讓我想想她怎樣說 我不記得她怎樣說 她說到很離譜 摸了女性的屁股 她問我可不可以摸 當然是不可以 她當然要說 我想可以嗎 當然是不可以 她問你 我說為甚麼會這樣做 為甚麼會這樣說 當我這樣說的時候 有另一個人說一句說話 總要愛心 不要爭論 有愛心 這句說話一定要指出 基督圖不能這樣做 他們的所謂愛就是 有甚麼錯 那種愛 大家有聽到一種恩免福音嗎 是不講律法 只是說 你經常講愛 那些人就會改變 其實人是需要講律法的 但有愛的根基之下 遵循律法 不是 沒有愛 只是說 受壓的遵循 那個教導 反抗某些人 太強烈的律法 經常是指責 罵人 但我們不是要罵人去改變人 而是用神的愛 但有神的愛之後 我們便遵從 所以我們有神的愛和聖結 好了 首先 我們有聖結 有一個很重要 不是我們的聖結 而是神的聖結 他以公義為袍給我披上 拯救為以給我穿上 補上新郎 戴上華觀 身符佩麗的裝飾 就是神將他的公義 好像袍 所以我們這個公義 首先就是耶穌的義袍 以賽書六十一章 十節你可以寫下來 以賽書六十一章十節 耶穌的義袍 第二就是基督徒所行的義 兩樣需要神的聖結 和我們的聖結 那時候我們便得王神的喜悅 沒有耶穌的聖結 行不行嗎 不行 沒有自己的聖結行不行嗎 不可以 不可以 因為如果有耶穌聖結 但日日活在罪中 亦是不行的 所以不活在聖結中 就不能夠見主 和主一定有亂來的關係 好了 基督徒不活出聖結損人力幾 就是我這裏講到那個傷害 這個是網上有講到的 如何幫助青少年面對色情反難和沉溺 有沒有這些問題 有的 這個問題是很事實的問題 是很多很多的 甚至基督徒有很多都是 甚至教會有時候容許的 我聽過有人跟我說 他說 有一個團契的 小組的情況 有導師的情況之下 那些人說什麼呢 說他那些 過往和女生的性關係 為何可以講這些問題 他不是講這些問題 是講他的經歷 嘩 就是 說一下他 對 就是 很厲害 而那個導師不出聲 我真的覺得 有時候他認為 這樣的方法 那些人會接納他 但我覺得這個是錯的方法 我們不需要用這個方法 來令到別人接納 這個世界有很多人 他活在不聖結 不聖結可以是憂傷 都是不聖結的 憂傷煩惱 看重錢 傷害人 這個代表什麼 懶惡 可以懶惡 驕傲 或者 有時候基督徒會什麼 指控人 都是罪的 那時候 神祖會是什麼 馬太二十五章六節 你是由惡又懶的僕人 做不想做這個 又惡又惡 這是非常不好的 而內心 無罪一身輕 無罪一身輕 真的 不會再最終是輕散 而你有罪 即刻悔改 即時處理生命 是的 即時處理生命 是非常好的 第一 就是內心無內疚的攻擊 就不會覺得 哎呀死了 我是污衛 還有呢 又會得到神和人的喜悅 當你時事都愛人的時候 你會得到人的喜悅 有些人經常都沒有朋友 為什麼呢 他只是想在朋友身上得益 經常都說 那些人對我不好 那我們有沒有對人好呢 我們對人好的時候 我們在這麼多對人好中 總有些人對我好的 當我們持續對人好的時候 還有教會家庭都會相愛和諧 生命被神大大發揮 這個是這樣的生命 那怎樣活在神的聖結 輕鬆得益 輕鬆得益 阿里路亞 怎樣活在神的聖結和革命之中呢 第一 常親近神就有神的聖情 因為神的聖情是由神的生出來 不只是我要 我要喜樂 我要仁愛 是神的同在會帶來喜樂和愛 還有珍惜神和自己 這個是我好大的動力去處理生命 就是怎樣呢 親近神 那我就會有動力 第二就是 神的愛我 我的生命很寶貴的 我珍惜神和神的關係 和珍惜神給我的生命 於是我就會處理生命 而神給我這個德性五毛谷 大家記不記得 第一 Keyword 留意 第二 破壞性 第三 聖經 第四 親近神 第五 你有沒有記到這個德性五毛谷 好 那這陣子呢 我會再和大家重溫過 大家我不知道記不記得了 記不記得我曾經講過這個 五點很簡單的 非常簡單 記得了 第一 神長本一切無人能夠逃脫 有沒有人能夠走脫 沒有人能夠走脫神的手 然後呢 一起讀 親近遵從神 必望方 師傅神 必尊賞賜 總之你親近他 遵從他 就是最幸福 師傅他 一定得賜賜 而親近神 你要讀 不親近 遵從神 必有何謂性 不師傅神 必有何謂性 一定是不好的 當你這樣的時候 你又不能夠走雞 那你談什麼樣 親近 親近神 和尊重神 這個另一個圖畫 神長本一切無人能夠逃脫 一起讀 遵從神經福福 師奉神經福福 得到印字一個光明的圖畫 然後另一邊 在罪中一定有破壞性 或者失去救恩 不結果子 必有破壞性 或者失去救恩 可以過 因為馬太25章說到 沒有結果子 就令身上進入永永 然後第六點 一起讀 不願意面對這事 這事實的仁 是 堅固今生的事 或以為恩 逃脫神 即它不只是掛著今世 或者它以為可以逃脫 我們很簡單的 高呼這個 以前我們高呼的 記得嗎 這五點有沒有印象 有 有 第一 沒有人能夠逃脫雞 沒有人能夠逃脫雞 那些雞 雞就算它現在逃脫 它晚上一定會回家 如果你養個雞 就知道 它晚上回家 如果網中魚 的魚走不走脫呢 走不脫 就是神的網 你走不脫 神長的一切 沒有人能夠逃脫 地和其中一切 所有充滿都屬於神 神都是賊漢人的 肺虎心腸 照我們的行為報認 所以沒有人能夠逃脫雞 它知道你 有人說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但是神會不會看到你的對策呢 絕對有了 所以你打算逃脫雞 會不會逃脫雞 是絕對逃不了雞 突然 信靠遵從神一定無福 信靠七人神一定無福 這經文我們不詳細看了 信靠遵復 一定無福 尋求耶 什麽好處都不得 還有吸人 其實原文不是吸人的 Give and it will give it to you 就是 你給 包括給神和給人 你給的時候 就會怎樣呢 就有十足的星斗 請到十足神給你的 賞賜是十足的 連搖大岸 一路搖一路禁禁都實了 上天下流都倒在你的懷裏 你用什麽量器量給人 你量給人 你量給人 是否量給很多 量給神 是否量很多 當你量給神 不是人很多的時候 神就給很多人 事奉神 必得上智 為天國佩下一切 就會怎樣 今世得 百倍 來世得永生 好 當這個人有糧食 又中心無人 就會得到什麽呢 可以 進來怎樣 享受 主人的快樂 神是賞賜的 並且耶穌要說過 一杯糧水 者人不能 不能 不能 不得賞賜 一定 不能不能不得賞賜 一定會得到賞賜 所以 遵從神 親近神 師父神 一定得福 而活在最終一定 會失去 或是可以破壞性 而最嚴重 失去救一 要不要 五章十四節 不要再犯罪 恐怕什麽呢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犯罪是遭遇得更加厲害 所以 可不可以再煩惱 仇恨 忌怨 不要 即是負面 哎呀 我沒有用的 我不行的 有些基督徒 都會這樣 我們天天都說 我們是寶貴的 我們是重要的 阿里路亞 信著情慾殺了 會怎樣 必從情慾收敗 好了 不結果之後 怎樣呢 就是什麽牧人 又惡又懶的牧人 還有那些事沒有做 在罪使的頂身上 又怎樣 進入 永營裏面 那有些人就說 怎會呢 其實有很多人在教會 可以進入永營 即是說 他的生命沒有結出果子的時候 即是他信心有問題 他的生命有問題 不是靠行為得救 但是他信心 他一定會 怎麽都會祝福人 其實你怎麽都會祝福一個人 是吧 你持續會祝福人 沒理由 做一世基督徒都完全沒有祝福人 沒有真心的幫助 還有沒有跟神有關係 一定是有的 如果沒有的時候 即是他的生命 活在神的愛和聖結是有福的 即是兩樣都有的時候 整個人得福 和神的關係有很多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什麽 最低的 有問題的 有問題的 由上一層呢 尊重自己的需要 然後呢 穩定參加教會 這些都是 未必是最強的 然後呢 結果一致 然後呢 維生結果一致 然後呢 處理身體 策略性 你是哪個層次 是下面 或是上面 上面的人多 又下面的人多 下面的人多 下面的人多 你想做哪個層次呢 求主幫助你 你自己這樣做 或是輕的人這樣做 那麽時候呢 神就一路祝福你 一路祝福你 一路祝福你 你就一路越高 Hallelujah 你能否從今日的教導 真是說 喜歡神的聖結 神的聖結真是好 神的慈愛又非常好 所以我喜歡神的愛 又喜歡神的聖結 那天天活在神的愛 天天活在聖結之中 這樣呢 你的心裏面 就沒有後顧之憂 不會有些人頂住 不會有些人壓住 你能否每天都是正面 正面喜樂 煩惱都是 因為很多人 他未必真的 去侵犯人 現在可能就是煩惱 被人聖結 又不開心 這個是不是聖結 都不是 這個都是 這個壓力 污衛 另一件事我發覺 我自己要對付的是什麽呢 就是心急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什麽問題呢 心急 我洗碗 就打算洗碗 要做素體的事 所以心急 心急 就裏面有壓力 我就發覺 這種壓力都是不好的 心急都是不好的 就是怎樣呢 我發現一個東西 就是 活在現在 什麽叫活在現在呢 我現在就享受神 我現在 在這裏 洗一碗的時候 一路享受神 就不是想著應該做什麽 因為你想著做什麽 心就急了 吃東西 很多時候人就想著吃完飯 就想著做什麽 就很少活在現在 很多時候活在 有些人活在 就想著以往 以往的事 有些人活在將來 我待會要做什麽 我們活在現在 現在 就是現在 我現在享受神 我現在親近神 我現在從神得力 每一時 每一刻都是活在現在 從神得力 並且 神幫我處理生命中 任何不勝極的地方 我們一起來到神面前 去悔改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我們一起 在神面前 去悔改認罪 我們想著 我們有什麽不勝極的地方 在這段時間 有什麽不勝極的地方 我們求主赦免我們 我們欣賞神的勝極 多謝天父 你的勝極真是很美麗 神的慈愛很美麗 你的勝極都是很美麗 我要活在聖結之中 活在神的公義 慈愛 聖結的女人 多謝天父 因為你一切都是美麗 你所有都是美麗 我願意 完全走在神的路上 都是完全走在神的路上 我整個心裡就無福 Hallelujah Hallelujah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因為你實在美好的 多謝天父 每一樣東西在神裡都是美好的 神的聖情 每一方面都是美好的 我要欣賞神的聖情 我要活出神的聖情 我要付耶穌握 學耶穌的樣式 阿神的聖情 阿神的聖情 我給大家反省一會兒 大家去想一想 我哪個地方需要處理我 這個地方 是我活著聖結 我活著神的愛中的 我活著神的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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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神的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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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神的聖情 主力我們的負面思想 我們的軟弱低層 主力我們的冷症 鼓吵激氣 不能間接吊某些人 主耶稣你帮助我们的处理 帮助我们日日活在神的外神的圣洁 我们要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下来的日子我们要归给你 主耶稣你帮助我们 憎恨一切的罪恶 因为罪恶是有破坏性的 罪恶是被魔鬼留地步 罪恶是破坏我们的生命 罪恶是将我们与神隔开的 主耶稣我们愿意活在你的圣洁 我们欣赏神你的圣洁 因为你是永不改变 你是遵从你一切的吩咐 你是爱人关心人 永远不会排斥 不会看小人 不会伤害人 不会利用人 在你里面是没有转动的影响 我们终于失信你仍是可信的 因为你不能背负你自己 你真的是一位完全圣洁的神 在你里面是完全是光明 没有任何的黑暗 真美好 因为神的美好 所以天堂是非常美好 神啊我们愿意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工作的地方 我们的发学的地方 都成为圣洁的地方 我们的教会成为圣洁的地方 主耶稣帮助我们 活出你的圣洁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